首先来看到的是内地股市方面 那今早的护身两市是双双低开 随后是维持窄幅震荡 护决全日维持下跌 止步四连扬 创业板也是维持低开低走的格局 截止收盘上证宗旨 收报在3269点跌17点 深圳城旨 收报在10603点跌了66点 再来看到港股方面 横止今早高开 开盘之后走势向下 最后就窄幅横行 与十天线水平争持 那午后维持了一个窄幅震荡 截止收盘来看到 恒生指数收报在24262点跌了5点 全日成交额在651亿港元 好 我们来说这个雄安 这个雄安新区概念指数 可以说是累积到现在上涨了17.4% 但是来看到可能在同一时间 这个护纸以及创业板上面 只有涨了2% 那您觉得这个股份 还可以继续来关注吗 雄安概念其实就好像以前 就是刚刚没多久以前的那个美图 或者那个周黑鸭 其实内地股市一般 或者内地的投资者 一般就喜欢追寻那个趋势去走的 比如说那个股份是当炒的 大部分投资者都是一股脑的去追 那种追追到什么时候 其实如果它停了 那可能跌幅是比较大 比如说好像刚才我说的美图 从7块半 那个一级涨到23块钱 那23块钱 跨一星每一个星期就跌回去 13块钱 所以变成了投资者 如果炒那些股份方面 是那个变化变速又很快 即使如果是看见 有什么不对劲就马上要走 那能炒到多久了 其实因为整个概念 可以延续了10年以上的 因为比如说好像那个浦东 或者好像那个深圳 其实过去了都二三十年 才盖成一个节目漂亮的城市出来 如果是那个崇安 我想了10年8年应该是走不了了 所以变成了那个概念 继续可以有炒作的借口 但如果稳当一点 其实让那个股份去到一个高位 然后回调一部分 那个时候才买了是比较稳当的 因为那个回调以后 就等于实实在在的 大家投资者看它的那个基本因素 就不是在炒那个概念 因为炒概念 概念可以花卉得无穷无限的 那么那个对投资者来说 当然好像有点赌钱赌博的那种情况 但赌得好 当然开始开心了 如果赌不好了 那是亏钱的 好 我们再来说整个一周 可以说又是一个超级经济数据周了 又不光有这个PPI CPI 还有一些这个季节的 这样的进出口的一些数据 也会公布出来 那么与此同时呢 包括像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一些讲话 也会影响到整个港股的走势 那哈勒斯你怎么来看 本周港股走势 其实港股走势方面呢 现在我们是在等好像等什么了 其实今天的波幅是比较小 比较窄 只有九个点 过去来说挺闷的 所以变成结果了 大家投资者都期待着 有什么事情未来会发生 但其实本身因为很尴尬的一个问题 就是本身可能港股需要一点调整 但调整调不下来 因为什么 因为那些北水 其实它对于港股方面的 觉得港股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每当港股调整的时候 比如说好像上个星期五 因为那个美国发射那个飞弹去打那个 西利亚的时候 港股其实一跌破2万4千点 马上就引来很多的北水了 在那边沉迪希腊了 变成2万4千点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基层的位置 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了 投资者也可能会受到吸引了要再埋了 如果真是那个位置都破了 我想了2万3千5百点是可以有这个机会的 应该是那一波余卧调整的话 差一点的预期就是最差的那个底部了 因为每一个月 其实港股也有一点波幅的 大概是1千点的水平 之前那个港股 之前做的一个高位是2万4千6百点 所以余卧调整的话 那个是最差的环境 但如果最好要怎么样 最好其实可以到2万5千点 因为本身就是之前那个低位 我们是2万3千9百86点那个位置 如果加上1千点的话 大概就是2万5千点 所以关键就是外回的那个因素 会不会影响到港股 因为现在比如说美国也派那个军舰 去那个北韩那边 会不会有那个地缘政治的那个关系了 然后再加上了 会不会有那个基金方面流动的那个影响 因为在香港那些基金呢 最近又有流回来的那个情况 所以变成很多很多的变数 我们看来呢 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 等什么呢 等它有一个方向 然后积极在部署应该要做的事情 等的那个关键位置 比如说港股就是2万4千点 如果收市的时候跌破了 那大家投资者要小心 如果涨破了 比如说好像2万4千4百点那个位置 或者2万4千5百点那个位置 往上冲的机会 我也要上得比较多一点 好 我们来夺下头一个新闻 MING PAGE